西敏寺的终身回荡伦敦 敲响99下缅怀菲利普亲王 白金汉公将半旗 菲利普亲王辞世之际 女王一直陪伴着他 据传儿子查尔斯王厨 是等到王室公布死讯才知道 而同一天正巧是查尔斯 与第二任妻子卡蜜拉结婚 16周年纪念日 由于菲利普亲王年事已高 王室早就制定行动代号 为福斯桥的丧礼计划 但是受到疫情和亲王遗愿影响 不会举行国葬 最多30人送葬 灵鹫也不会供国民瞻仰 最后将长眠余温纱城堡 英国进入八天哀悼期 国会预言会在左臂戴黑臂章 而新闻主播将穿黑衣播报 王室成员也会穿深色衣服戴臂章 女王这段期间将停止公务 原在美国的哈利夫妻发表声明 感谢菲利普亲王的奉献 说夫妻俩会非常想念他 不过只有短短两句话 外界推测怀孕的梅根 不会和哈利一同奔丧 原因是他才在欧普拉专访 说自己被凯特弄到哭 如果要见面也很尴尬 菲勒英国奔丧也需要一声同意 外传菲利普亲王生前为了 哈利梅根脱离王室而动怒吐血 如今祖父离世 让他提早回国 被视为是修补王室裂痕的重要契机 记者一列为综合报导